本來演講會都是我先講的 可是今天我們因為遲言了 所以我們就請鄭校長先講 我第一次到鄭校長的學校去的時候 鄭校長帶我去看他的寶貝們 也就是他的小朋友 從幼稚園一直到小學六年級的學生 這些幼稚班的學生 跟小學一二年級 二三年級的學生 都非常可愛 胖胖的圓圓的眼睛亮亮的那種原住民的小朋友 真的非常可愛 這個校長一出現說抱抱全部都跑來了 就把校長全部都圍住了 那這些小朋友看起來真的很可愛 而且是充滿了熱情 而且對生命 我相信他們也覺得是一個很光明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再往前看 因為校長一般一般的帶我去看 所以我看到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五六年級的小朋友 已經開始有一些沒有自信的眼光 可能是害羞 可是我覺得這些小朋友比較安靜 看不到那些小朋友的那種 他的幼稚園或者一二年級小朋友的熱情 這些大的小朋友們 他們那種自信感我覺得有點欠缺 那沒有他的小朋友的熱情 甚至於有點不確定 那我就開始去聽這個校長的演講 那校長的演講非常非常的好 校長因為今天覺得他到台北來演講 要講得非常非常的嚴肅 所以你們聽得沒有我在那裡聽得 怎麼講 精彩 但是校長講了一句話 也就是他今天演講的最開始的一句話 他說這個部落的勤勞 帶著責備的語氣告訴校長說 我們的小孩都給你教六年 那你還要怎麼樣呢 意思說 我們部落的小孩本來是我自己教的 我現在借給你教六年了 你還要在教什麼呢 那我覺得校長給我的啟發就是說 這個部落本來他自己的小孩 就有他自己成長的文化背景等等的環境 所以如果他在部落裡面的成長 由部落來自己教 這是他們覺得是部落的權利 可是今天 我們在部落的小孩裡面 給他放了我們現代人 在都會裡面 坐在家裡 坐在教育部裡面 坐在學校裡 想出來那套教育系統 把他放在那些小孩子身上 所以難怪 我們那個幼稚園 跟一二年級的小朋友 那種充滿活潑熱情 還有對未來的希望的 跟生命力的小朋友 到了五六年級 他開始不確定起來了 所以我想今天校長要跟我們講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我們必須尊重他的部落的文化 但是這個部落他本身也有問題 因為我們長期經濟發展的結果 造成很多部落他的經濟發展上面的瓶頸 所以他很多的父母 其實他沒有足夠的工作的機會 也沒有讓他的小孩覺得他是足以驕傲的一份工作 所以這個剛才校長講的很多價值的落差 就出現在這個小孩子身上 所以為什麼校長要去做實工坊 木工坊還有書工坊 這個意思就是讓他們的父母也可以參與在這個社區的工作 在這個創造社區的工作本身 他把部落的傳承也把它留下來了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校長的想法非常重要 就是讓我們坐在今天台北這個冷氣房間裡面的人 我們來想想看 我們現在發展出來的一個教育制度 是不是要把它全部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中去 而且佔滿了我們的小朋友百分之百的教育時間 這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也必須要提 我最近一次到校長的學校裡面去 看到一個六年級的女生 她的老師在教她們做什麼事情呢 教她們學術學 而這個小朋友是怎麼學術學 她可以上網到美國的這種網路教學的那個系統 叫Kang School 這個Kang School就是一群美國人為了教自己的小孩 他自己發展出來的網路系統去教 那有一些部分她已經翻成中文 所以她小朋友自己可以看中文學 但有一些部分她沒有 她用英文原始的教學 所以這小朋友在Kang School 用英文學術學 原住民的小朋友 當她不懂英文的時候 她老師就叫她用Google去查那個英文的意思 然後她自己去學 可是可見的 我們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她其實也有超越我們現在的教育的界線跟能量 她超脫出去尋求一個更高 而且更寬廣的一個學習的領域 所以原住民的教育對我來講 其實是非常的充滿了一個 一個我們自己在這個社會 一個反思的力量 也讓我覺得她也有很多 她其實可能會超於我們現在的教學的想像範圍 她很可能我們現在看起來 是我們覺得好像跟都會地區的小孩 她的教育的能量好像是相對弱 可是我們真的不要忘了 原住民的小孩 她很可能在有一天當我們思想改變 我們教育方法改變的時候 我們原住民的小朋友 將來會超越我們在都會裡面的小朋友的成就 這是我跟校長在過去一年相互學習的一些感想 那我把它作為一個引言 或許你們各位今天在場 因為都有很多次來自於教育界的或者是家長 那我相信你們應該有很多的問題 來向我們的校長請教 好 謝謝